最鼎盛的年代 這場比賽亦能夠逼和來致名古屋的白鯨 白鯨穿白衣紅褲 英格蘭各隔年以下穿著10號球衣 可惜這位各隔是因為拉傷大腿肌肉的緣故 這場的演賽是負傷上陣 影響了他的演出 鹹拔士剛才被球證吹罰 年以下其實這場賽事亦被重就拼 因此光芒被佐真奴完全掩蓋 佐真奴輸送給連尼加左腳勁射 結果他們是射出界 佐真奴的佛球 康德健表演大好機會 結果這場賽事亦被他托高了 康德健是東方改靈的後備員 佐真奴比橫 給他六號鶴田倒雲 勁射入外給了康德健表演 那邊的連尼加很明顯 比這場賽事亦有點顧忌 有少許傷 再斬到遠處 球場一頂又是比 如有神助的康德健托高了 很開心 力臣和奧山這些球員都走過來 說他哪位 那邊的東方隔壁開出 荷蘭的龍門下雲娜脫手 被譚佛事在門前踩進了這個球 用鞋底踩進去 楊守智那一年是東方的領隊 不開心 剛才雙亦有一批 很固定的東方擁躉 看看這個球 這個37歲的夏雲娜 是怎樣輸這個球 手隨打不遠 手回來 兩個後備 包吹空門也不行了 門前又是被張金華救到這個空門 這個球場頂起來其實很危險 幾乎必失 遠處的蓮儀家也不懂得再捕一腳 白群的進攻又是座真爐 這場球有很多球 8號的這個淺野節雅 再送給他 結果是座真爐 這個球是萬流尾袋 這樣反而入了 他一比一 多次的機會都比 是這個康德健瓦解到 唯獨這個和淺野節雅的狀場 這場球是慢慢反而在 湯特健的左手邊入了 那場比賽 連民主黨的黨魁 李柱銘 和他的兒子都有來看 下半場的賽事 淺野節雅樂體線 送入到中爐 澳山在後面勾接 對方的進攻球員 這位是佐真爐巴西直的球員 這個6號的鶴田杜宏 也近來 以為這個球證會被十二馬 誰知道不是 這個球也挺傷的 其實這個球證會被十二馬 結果是打和 打和之後 也是射十二馬 決定這種有餘賽的勝負 離開了爛羅球 爛羅球 這回合的十二馬 怎樣 被龍門下雲霞救出了 很無奈 爛羅球已經退出球壇了 由8號的淺野節雅 這個十二馬 看看這場球 高水準的湯德健 夠不夠得出 捉到路,但救不出 這場的國際有餘賽 最後 八瓶以5比3的十二馬 擊敗了東方 有三馬 有幾天 驚喜 承綁 神 絡 神 神